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先问台湾的同修晚上好 这个时间我应该刚刚在你们的教室里讲课 答应你们的事情还要办 要把这堂课给你们讲好 也感恩新加坡 来到马来西亚 然后你们这些同修来拥护道场 这个临时通知还来了这么多人 给老师捧场 谢谢你们 当然因为是临时通知 所以是网上有更多的人在听这堂课 对你们也表示一个感恩 这堂课呢 原本呢就是说想简单的讲一下 后来呢 这个在飞机上呢 师父们还是提醒 提醒就是做一次这个认真的讲课 让大家呢这个 精醒一下 那么所以是 来之前又背了一个课 目的是把这堂课给大家讲好 让大家入心 真正明白一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 当前我们整个人类面临着一次战争 那这次战争不是人跟人之间的战争 是瘟疫 对人类的一次进攻 是这样的一个面临着如果做不好 全人类要灭种 那么整个人类要遭受毁灭性打击 这么一场严峻的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 很多人不重视 这场瘟疫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场这么严峻的灭种 灭族灭国灭家 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面前 我们人类并没有深度的反思 真的没有深度的反思 只是觉得是一场普通的疾病 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 所以这场目前对人类进行极丹的报复的 不是只有中国的这一场战役 大家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变异 是从动物身上传播到我们人身上了 所以大家觉得很可怕 那么根据我们最近大数据搜索 看了一下全球的同步发生的 在去年下半年到现在的灾难 人类正面临着一次严禁的一次考验 那么大家知道的是澳洲的森林大火 澳洲森林大火本来呢 中间有一场连续几天的大雨 是将一部分火扑灭了 但是现在又重新燃烧起来了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森林大火 会烧上几个月之久 甚至是蔓延了整个大洲 我们大洋洲 我们的澳大利亚 是大洋洲的主体 没有人起大众的反思 大众只是把他说一个救火不利 甚至大家也看了一些视频 外面救火员在救火 家里还在做派提 没有火烧来 他们还在外面的火烧是他的事 我还在家里做派提 不是向全民救火 全民行动去捧灭这次森林大火 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 而只是辛苦了消防员 其他的人还是照样作乐 照样的吃喝玩乐 这是一场灾难 那么还有一场灾难的就是 美国的流行性感冒病毒 这个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那么到今天已经统计时 几千万人感染 死的人数超过了一万多人 那么这个感冒病毒的一个流感 疾病的一个传染 大家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流感 所以并没有引起人类的一个重视 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 那么据目前在中国的 这场疾病中统计死亡的 基本上是身体虚弱 有原来的疾病史的人 原来就有病的 并且以老年者居多 百分之九十多都是老年者 但是美国死的人 一万多人中很多中青年 就是体力很健硕的人死亡 但是大家并没有重视 不知道这是一场 也是一场瘟疫 也是一场瘟疫 那么近期又发现 非洲的蝗灾蝗虫满天 把所有的粮食 它过的地方全部一扫而空 只有枯枝半叶 那么在中国武汉市瘟疫 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 那么都出现了乌鸦满天飞 这样的一些报道 所以这是灾年的象征 灾年开始 灾年要大爆发 在今年还有很多大事情要大爆发 这样的一个象征 当然这里还有山火、地震、大水 前不久印尼大水 然后水灾 包括马来西亚很多地区也是水灾 包括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是水灾被淹没 有些城市整个被淹没 威尼斯 大家都知道的 今年整个都是淹没了很长时间 所以说我们的地球出了什么问题了 人类出了什么问题了 大家觉得这个是一种 不应该这样去总结 人类还是好的 我们的未来还是充满着希望的 这次我在香港听电台的时候 我一听到大陆的一些电台在说 哎呀今天过这个年 是真没有滋味 真没有意思 宅在家里 还是怀念往年 可以到处走 可以人挤人 可以大吃大喝 可以热热闹闹的相聚 并没有引起人的重视 说反思 并没有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既然上天这样安排你 在春节期间宅在家里 他就有他的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类 不仅仅是中国人 全世界的人 是不是都应该进入一个沉淀下来 思考一下 反思一下 反思一下我们人类 对这个地球做了什么 反思一下我们人类 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 反思一下我们人类 活在地球上 对太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银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141年的巨型宇宙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今天大家都丢失了天人合一的 这样一个高科技的 高度智慧的思维方法 人类想不到这么遥远 所以今天呢我想借助 我的恩师熊春景教授的 关于瘟疫方面的一些开示和文章 给大家进行深度的反思一次 在我们佛教呢 称之为人类的供业 这个供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业障 怎么样的一个业力 没有人说清楚 就是说人类的供业 一个飞机上的人一起被炸死了 在一场战争中死了几千万人 在战争中死亡了 这都是人类的供业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供业 供业的源起是什么 供业的因果是什么 然后我们怎么去防范 使这种供业不再产生 使人类真正的能够吉祥 这个世界大吉祥 这个地球大吉祥 这个宇宙大吉祥 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度的 借着这次全世界面临着各种灾难的爆发 来一次关于人类供业的一个主题演讲 这就是我们今天 虽然题目很小 借助修炼给自己的健康上把锁 题目是从你们自己开始的 不要说那么伟大 我为人类 我为世界 我为宇宙 我为众生 这都虚了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 祖根文化中 它贯彻着一个事实 就是人不畏己天诸地面 就是你要自己三思而后行 左思右想而后定 所以是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有所得 得你就产生智慧了 你就对我们的生命有了充足的认知 对身内的世界有了充足的认知 对身体以外的世界 产生了深度的认知 智慧的认知 所以这是内外两重大天机 你就对我们的生命本质 产生了全面的了解 而不是像现在的这种片面的 素姿素叶般的片段性的一些了解 所以虽然是从小题目开始 但是这是关乎着整个人力的福质 关系着整个人力的吉凶 祸福这样的一个大事 我们人人都平安了 人人都吉祥了 国家就吉祥了 每个国家都吉祥了 世界就太平了 这个世界太平了 地球就平安了 地球平安了 整个会影响他的兄弟姐妹 围绕着太阳转的所有的恒星 星体也都平安了 这是什么 这是量子场论 在一个场中彼此会相互影响 相互吸引 相互破坏 相互和谐 如果不和谐 它就会破坏 今天科学家从量子科学 量子科技上升到了最终的量子场论 提出了一个场 是很重要的 但是场的形成是场中的个体的集合数 集合形成的力量 形成了场力 我之前讲课的时候提到了 我们新加坡有一个独立的场 马来西亚有个独立的场 我们经常驾车从乌兰海关 还有第二通道的大桥过来 那么只要进来新加坡的海关 整个场刷就变化了 然后从新加坡去了马来西亚 如果你们有自己修炼经验的人 马来西亚的场 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我刚刚从香港回来 大家知道香港近期 从去年到现在 经过了我们所说的 它的游行 示威 倒烂 把整个经济破坏了 把整个市民的信心破坏了 把和谐气氛破坏了 最近又因为武汉危疫 然后把人心都破坏了 我来之前 香港的超市里面的米面 油盐 卫生纸 全是空的 一扫而空 被抢光了 他们露夜排队去抢这些食物 那么就是人心惶惶 所以你在那个场中 你觉得一种凄凉 以前我去香港的时候 是一种繁荣 一种向上 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场 挤荡人心的场 富贵的场 现在变得萧条 变得动乱 变得人心不稳 变得慌慌张张 变得整个消沉 没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氛 这就是什么 香港的场是由香港的人 和那里的众生 共同形成的一种量子的波动 产生出来的波动场 这种场的变化 是因为场中众生 每个人的心在变化 身在变化 身心不宁了 带来的场性就是不宁了 身心安康安泰的 场性就是安泰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重视现代科学和古圣先贤的教育 去结合着学习 了解我们怎么来 使自己的国家能够振兴 能够安泰 那么从我个人做起 从我这个小宇宙做起 从我的小家庭做起 从我一个公司做起 从一个社区做起 从一个小国家到大国家 到整个州到整个地球做起 所以我们要重视 今天的主题看似小 但是抓在了根子上 我们是最实际的一群人 我之前给大家讲课提到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 只有自己救自己 记住 你盲目的靠外在的鬼神的力量 这是一种迷信 你只有靠自己内在的小欲肘 内在的神明 能够清和明 能够一身正气 那么你招感来的 就是善神护佑 天龙八部 所有的护法都来护持于我 让我安康 让我富贵 让我富足 如果你内里面心 是男道女娼 是邪毛爱道 是贪嗔痴义卖 是杀到银王酒 这种无恶 你招感来的就是恶神随之 你也有护法 是恶神护着你 把恶做成了 结果受恶的恶报 恶的报应来了 所以说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所以说我们今天希望 今天通过今天这个公义讲座 让大家震行一次 反思一次 从自我开始反思 从一个家庭 你是个大家长 你是否齐家了 修身齐家治果平天下 我们作为一个家长 有责任使自己的整个家庭 齐整在一个道德规范中 一个天人合一的自律中 可是我们有这个责任教育自己的子女 而不是搞绝对的自由主义 任由子女横行大道 互作非为 结果招致恶果的报应 我们从一个家开始 到一个国 我们有责任感染我们周围的国民 感染社区里的所有的人 去持正气而去邪气 使一个国正气凛然 代表着一个向上的积极的 文明的一种气势 一个气场 这样整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治了 天下就平了 天下就平安 就平太就安康了 整个地球就太平了 地球太平了 我们刚才说 就会影响太阳系的太平 安太 由此就扩展出去 影响整个银河系 由此影响整个141年的宇宙 影响这里所有的众生 修身齐家治果平天下 修身在正心在诚意 所以在格物在知之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上一个格物知知的课程 使大家自己能够正心诚意 知道接下去我们要办什么事情 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的恩师熊神简教授 一生致力于道义学的教学 他在教学的过程中 特别强调疾病的三因学说 凡是一个病 现在是大的瘟疫 即便是小的病 也有酸症原因使疾病横行 疾病得以产生 疾病得以加重 如果不从三因 三种因果上去处理我们面对的疾病 包括我们这次面对的瘟疫 那么是不能够真正起到快速 然后彻底的结果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从三因学说里面去学习 怎么对治瘟疫 怎么对治自己的疾病 和怎么对治自己家人的病 有些人很希望自己的父母身体健康 你光找医生是没有用的 三因学说里面提到 第一个就是本因 第二个是内因 第三个是外因 外因 外因 我们生活的空间中有六种气 有造气 有湿气 有火气 有寒气 所以这种六种气 对人体的侵犯 包括风、湿、寒、热、灶 这些对我们人体都会有影响 这叫外因 叫外感六邪 使自己产生病 这是我们生病的主要原因 那么同样你生活在一个湿、热、寒的这么一个环境中 那么为什么别人不染病 你染病了 这是内因 内因就是你的经络系统不行 你的胃气不行 我们有营、胃、中骨、四大雷气 胃气负责着保卫我们的身体 不被外面的六邪所伤害、所感染 不被外面的病毒细菌所侵犯 那这个叫保卫的胃的胃气 你的胃气不行 正气内存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除了你的胃气不行 你的营气、胃气、中气、骨气都不足 你的元气不足 但这是你的内因 别人人家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不生病 你是营、胃、中骨、四大气都虚弱 胃气不能保护自己 元气不能大量的生成 营、胃、中骨、四种气 运营、气血 是自己的气血旺 你气血两虚 这是内因之病 那么还有一个本因之病 本因之病就是因果病 别人身体也虚弱 怎么不生病 你为什么就生病 这叫因果病 因果病 才是根子 导致一个人生病 和各种事业不顺利 家庭不和谐的根本所在 因为你伤害了人家 人家现在来抱怨了 来报仇了 所以也弄得你生病 你杀鸡太多 你得了肺瘤 你经常骂人 怒气横生 你肝癌 这些表面看着是一种内因之病 实际上是因果之病 你杀业、杀得太多众生了 一定众生也要你的命 就得各种癌症来报复你 所以这个就叫什么 这叫本因之病 我们三因都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本因 如果本因不去除 比方说我们大量的癌症病人 肿瘤割掉了 但是为什么又生病了 又转移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你体内做窩 形成肿瘤 鼓起来 它就是一个动物窩 你吃这些动物太多了 你伤害这些动物太多了 它在体内解了一个窩 形成了一个肿窩 阻碍你的功能 使功能产生障碍了 这就是根本原因 你不把这些被伤害的动物 或者灵体 或者是你在历史上曾经是个将军 曾经是个士兵 杀了很多人 这些被你杀死的生命体来讨债 你不进行本因的清理 不进行本因的超度 把他们送到更好的地方 让他的怨气释放出来 那么这个病是好不了的 这就是本因学 内因学 外因学 我们今天时间紧张 我们就简要的这样说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请 王恩师的一本书叫《道义学》 我们这里有 大家回去好好去研究 这里面是有很深的内容 那么整整一本书 够大家学习一段时间 去真正领会道义的精髓 我们目前的中医是源自于道义的 道义是母 中义是子 所以大家要重视 道义学说是我们论这场瘟疫的一个根据 瘟疫是什么东西 我们先谈谈供业吧 刚才我们提到的人类的供业 人类的供业有几种 所以说我们人类有五种毒 叫贪、嗔、痴、疑、慢、五毒 这五种毒在伤害别人的同时 会严重的伤害自己 也就是在外它会伤害别人 在内它会伤害你的五脏六腑 乃至五脏六腑里的所有的神明 都会被毒害 神明中毒了 你的精神饱满 现在你的神中毒了 神脾、神弱、神衰 甚至神经 神经就是神经病了 神病了 神病了你的精神怎么饱满 你的精神怎么神采飞样 你怎么精神异异 所以我们今天在恢复祖根文化的教育的时候 我们很少看到有几位大家 取之可数的几位大家在讲神 我恩师熊春景教授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教授 他重点从神这个层次 给大家来进行铲实、解说 从神再让大家去领会那个气 从气再领会经 从经再领会五藏业 从经再领会五藏业 这样的道着教学的 这样就是他把这个神讲清楚了 这是千古第一人 从千年到今天 能够把神讲清楚、讲明白的 以我目前为来看 只有恩师一个人 就熊教授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半吊的祸 没有真正的修正的功夫 说是讲不清楚这个神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五藏都有神 眼有眼神、耳有耳神 然后我们的眼耳鼻、神意都有神 我们体内有千神、有万神 最后要修到万神朝理 最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推行 《黄庭内经经》 这本经是魏花存夫人公开 把它集结出来的、传承下来的 那么里面把我们体内的千神万神 我们的主要神明的明、慧、作用都公开了 我们正在学习这本经和诵读这本经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人体有三宝 叫精、气、神三宝 其中在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中 外显这个部分 向外能够让人家能够感受你的 正是神这个系统 你的神采飞扬 神气能够让人家体会到 人家从你这儿可以得到一个精神的升华 和精神的伟疾 神的一个安慰 甚至是一个眼神 就可以让你明白别人在想做什么 你的眼神也可以让别人知道你想做什么 这个神、传神 是我们人跟人交往 人在整个社会公众活动里面很关键的因素 但是我们因为不懂得什么是神 不懂得聚精会神 所以我们不懂得传神 不懂得传神 为什么现在也不传神了 你们都传简讯了 传简讯就不能面对面了 那就怎么传神 是不是 那眼神也看不到了 他在生气还是他在高兴也看不到了 没办法传神了 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学习尤其显得重要 刚才说我们贪嗔痴一脉是五种毒 这种毒外毒别人的神 影响别人的神不高兴 那影响我们的五脏里面的精气神 尤其对五脏神的伤害是巨大的 所以为什么古人称之为五毒 五种毒 这个大家没有重视 那么我们人类的共业 正是这五种毒 毒害众生 不单毒害了自己 向内毒害了自己的神明 毒害了自己的脏腑 毒害了自己的五脏液 是五脏液里面都有毒 腐蚀我们的五脏 然后五脏被腐蚀了 宫殿被侵坏了 宫殿朽坏了 神明不安居了 神不附体了 然后六神无主了 都跑了 所以我们人没有自己的将军了 没有自己的士兵了 没有内在的神明 对我们进行保护了 所以我们的外底 就大肆的侵犯我们的人体 是人体生病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为什么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就是你真正要为自己的精气神负责人 尤其是要为自己的神明负责人 你的内神明如果不使他真正的活起来 活力起来神力起来 那么你是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 普度众生就是一句假话 同时你会伤害和毒害众生的 那么这种贪嗔痴乙脉 造成的直接的行为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杀盗淫亡酒 这就是我们在修持中 大家要戒的东西 我们不杀、不盗 不淫、不妄语、不愚斥 因为不喝酒是不愚斥 是为了不愚斥、不愚昧 所以贪对着杀 对应着我们的肝脏 秤对着道 对应着我们的肺脏 鱼吃的吃 贪嗔吃的吃 吃对着我们的肾脏 会让我们产生愚昧 然后乙是对着我们的脾胃 会让我们产生妄语 然后我慢 这个慢 傲慢无礼的慢 它对应着我们的心脏 对应着杀盗淫亡酒的淫业 淫业是什么 淫业是过分 大家理解杀盗淫亡酒的淫 只是男女干那种事为淫 不是 是过分的享受都为淫 你家里住的房子过分的豪华 两个人住了几万平方尺 这就是淫 它就伤害你的心脏 那么你吃东西 明明吃几口饭就饱了 你一顿十几个菜 然后吃完了都把它倒掉 浪费 这就是奢侈腐败的淫业 我们今天人类 在物质生活 极大满足的同时 我们极大的奢侈腐败 不是说用在外面的腐败 是自己腐败浪费 大量的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占有 大量的自己不用的东西浪费 使它腐烂 使它丢弃 所以这是什么 奢侈腐败 过分的享受 大鱼大肉 大吃大喝 大富大贵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极端的一种淫业的表现 那么这会导致你心脏生病 这是因为我慢 你要展示通过这个 我的房子 你看我住这么大的房子 你看我多不牛 我的车开这么好 你看我多不牛 我拥有这么地产 你看我多不牛 这就是我慢 这都是我慢 这种是理德燃重严重破坏了之后 形成的 那么还有什么 信德是你的怀疑 你的妄语 然后你的脾胃不好 你的信德也不好 信是什么 信是我们的真实相 见万物的实相 你被人家张眼法了 只看到假相 经常被骗 这是因为你的胃不健康 你失去了信德 招致的报应的结果 不要怪罪别人 向内求信德的解决 你经常的怀疑 结果你越怀疑的多 有一个你信了 实际上那个才是真正骗你的人 因为真的你都怀疑 假的你倒不怀疑 因为是反的 你太阴了 然后还有什么 智德 智德毁坏之后 你变得愚痴 会毒害你的肾脏 义德 你不仗义 你不担当 你不为人类担当 你不为国家担当 你不为家庭担当 你自私自利 只为自己 这种是义德严重损坏 然后会形成衬恨 让别人衬恨你 你太自私了 别人瞧不起你 衬恨你 然后仁德失去的人 会犯杀业 会显得极其的贪婪 因为他没有慈悲 他什么都想变成自己的 没有考虑到 这个乐天下之乐而乐 忧天下之忧而忧 只考虑自己的乐 不考虑别人的忧愁 古人是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匹天下寒事俱欢言 是为别人谋福利的 我们今天人 不仁不义不慈悲 没有大悲心 没有慈悲心 只考虑自己 你不仁 不仁是贪的表现 会伤你的肝脏的 会毒害你的肝脏 外事毒害别人 伤害别人 你的沙盗淫王九 是会伤害别人的 向内会伤害你的心肝脾肾肺 就是因为你的贪神吃一万导致的 所以我们人类的贡业 大家知道风灾 风灾就是我们人类不仁引起的台风 襲击人类大风 以高速吹 然后形成的对地球的破坏 对人类的破坏 这是什么 这是人类的不仁招致的 我们这几年天灾人祸 连绵不断 经常有台风 在沿海地区 在美国 在其他国家泛滥 这是什么 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众生不仁 整个国家不仁 自私自利 只想自己国家的利益 不关心其他国家的利益 不关心天下众生的利益 只想天下的钱都赚到自己口袋里 这种不仁招致的风灾 对你的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破坏 你越贪就让你越没有 越破坏你 即便你贪到了也让你损失 这是什么 这是风灾 这是因为不仁 因为你贪婪 同时因为大量的杀生导致的 我们今天人类的杀生 已经到了极致 这次听说是吃了蝙蝠了 上次是吃了果子里了 导致的杀死 人类还没有反思 如果我们人类现在还不反思 还是乱捕乱杀 然后为了保足人类的口福 继续会有大量的风灾 会作用在这个地球上 也会影响你的肝脏 像内侍损害你的肝脏 损害你的仁德 不义 不义 因为衬恨 因为犯道业 把别人的石油 抢来为我所用 这是道 因为这种道业 道了众生的命 去做成皮包卖 去做成肉卖 去做成种种的装饰品卖 那么杀害动物的要取它的皮毛 取它的肉 取它的五脏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道 这是道 会招致嗔恨 这些被伤害的众生会嗔恨你 那么这会形成刀兵的灾难 就是战争 大家知道中东地区连年战争不断 大家知道中东的很富有 为什么富有石油 石油是我们地球母亲的血液 那是一种深蓝色的血液 和虚空蓝是一样的东西 它营养着整个大地 然后形成一种血液的循环 养育着大地的群生 中东大量的开采石油 那么就是道母亲的血液换成钱财 这种不义 为自己自私自利不义 不考虑地球母亲 就有别人把你的血大量放出去卖 赚钱 你会怎么样 你会拿起刀剑来和他拼命 所以他就招致了很多的刀兵结 然后战争连连不断 生灵涂炭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道 这是不义 这是不义 有一段时间中东呼吸症 产生在那个地方 影响肺 影响肺 那么你这个道众生的命 把蝙蝠吃了 把这些果子里吃了 这些都不属于人的生命链里的食物 你把它们吃了 导致的严重的不易 你杀一个生命链里的 鸡是你养的,猪是你养的 它欠你的,它吃了你的,拿了你的 它卖肉给你,用命换给你 它的怨恨还小一点 这种野生的东西跟你完全没有关系 你结果是取它的命 它也不是应该被你吃的东西 你去吃这种大量的不易 导致了肺病的爆发 上次的SARS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武汉瘟疫又是这个样子 人类猖狂到极点 没东西吃了吗?什么你都吃 你什么东西都不缺 你什么都有,你还去伤害这些 不属于生命链中的生命的命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今年大家也要注意 自己好好修德 那么化解在全球的一次战争 我这是老师提前在年前给你们讲的 今年是有刀兵节的 大家要好好持练孔雀明王咒 好好修炼,化解这个刀兵节 还有不智 我们的愚痴 人类不知道自己为灵活着 是灵魂的解脱 不是为自己的肉体活着 愚昧的愚痴的活着 像动物一样的活着 动物活着就是为了吃几口饭 长一长皮毛 亮一点,好看一点 羽毛好看一点 皮毛亮一点 好让猎人拿他的命 这是动物活着的目的 愚昧 不知道为灵的解脱去奋斗 去修炼 那么我们人类今天 跟动物的追求 居然是一样的 你希望牛棚好一点 你希望你的马圈好一点 你希望你的猪蛇高级一点 带上空调 还是全能自动化 还要有MASA 还要有音乐 牛 日本养牛就是这样的 牛蛇盖的特别漂亮 然后给它MASA 因为要把肉分成五层 烤热很好吃 要给它放音乐 让它开心 开心 肉长的就比较多 肉也比较美味 人类你们在追求什么 我们人类在追求什么 你追求房子好一点 那不是牛棚好一点吗 你追求吃饱喝足 你只是为了吃饱喝足了 那不就跟动物一样吗 我们人类失去了 为灵魂而去寻找真理 寻找精神层面的东西 寻找灵魂方面的东西 整个人类 无论东方西方 现在因为宗教的教育 不够深入不够成功 所以导致整个的人类动物化去向 愚昧了愚痴了 只是追求物质的享受 放弃了追求 高尚精神境界的追求 那你跟动物又有什么两样 这样的愚痴导致的就是地震 招感来的就是土灾 五行中的土灾 山崩 地震 雪崩 这种大量的灾难的爆发 外形成的这种供业的招感 内影响我们的脾胃的健康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杀到淫妄酒的妄语 贪人吃一慢的疑毒 怀疑的疑毒 怀疑人死后有灵魂 怀疑圣者所说 先圣所说都不信 这种疑导致的供业山崩地裂 人类大量的破坏高山采矿 这也直接的导致了我们的土灾的家具 大量的砍发森林 也会导致我们土灾的供业的家具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我慢 我慢 这是理得的然中 言中缺失 理是尊卑 我们真正高贵的人 是处下的 像水一样的处下不争 善利万物 谁都比我们高 唯有我北贱 你越这样的人 越不为自己 别人越把你抬高 你越高高自上 觉得自己了不得的人 我慢大的人 别人越瞧不起你 大家要知道 反义者倒着动 我慢导致的直接就是火灾 火灾 然后森林大火 美国烧了一阵子森林大火 欧洲烧了一阵子森林大火 澳洲现在正在烧着森林大火 这是什么?这是我慢 人类的共业的我慢 是人类把所有的东西都拔不得变成自己的 都是人在世界中 在宇宙中 我人是老大 你们都要为我服务 这是最大的人类的共业的我慢 在这种我慢张狂下 违背了上帝的职业 上帝当时把动物交给人类的时候 告诉那个人 我创造了他们 希望你给他们取上名字 然后替我去管理他们 你要做牧羊的人 你替主人去牧羊 不是这些羊都是你的 但是我们人类呢 把地球上所有的动物 都巴不得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忘记了上帝的嘱托 忘记了道生得养天地人 万物都是道生得养的 都是天地生成的 都是天父地母生成的 和我们同一种性 我们结果把所有的动物不当一回事 任意的大量的杀伐 为了满足口服的需要 大量的养殖杀害 这导致了我慢 澳洲澳大利亚的火灾 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本来大家在共念共利的作用下 全世界都为他们祈福 起来了大雨 提前到来 然后把这个火几乎控制住了 在他们控制了火以后 三连大量烧了以后 野地里的骆驼就被暴露出来了 结果他们用直升机、用军队、用卡车、用装甲车 大量的杀死野生骆驼 理由只有一个 骆驼消耗了澳洲的水源 使水枯竭了 火救不好了 这样的大量的杀生的背景前提下 又招致了工业的奋起报复 然后又被大火烧了 又被大火烧了 所以这是什么? 人类的我慢 众生的生存权是平等的 你和蚂蚁、你和温虫、你和一个骆驼的生存权是平等的 你都是上帝创造的 你都是道生得养的 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去任意的伤害其他的生命者 因为人类的 我们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要为我人来服务 满足我人的欲望 叫以人为本 真正以人为本 是人要成圣、要关爱众生 不是去伤害众生 所以我们打这以人为本的旗号 大量的伤害其他生命者的生命 剥夺他们的生存权 任意的杀戮他们 导致了火灾的大量爆发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我们人类共业 为什么在全世界这几年蜂涌而来的原因 蜂涌而来的原因 所以这就是共业 这就是共业所形成的 这场瘟疫 是怎么样的一个共业 这场的瘟疫 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类 在饮食上面不重视 大量的伤害动物 那么引发的一次 整个的对人类的一次整体的抱负 那么下面我就用熊春景教授的分析 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次文艺爆发的原因 大家听了以后就会明了 这个瘟疫的疫字 它在古代是一个人拿着一个长矛 驱使着另外一个生命体去做事情 这个叫奴疫 把人家变成奴隶 那么这个疫字的意思就是 亦使他人为自己所用 因为人类对动物任意的取其命 这就是人开始去意识动物 甚至杀戮动物 刚才讲的 那么接着的因果的反义者 倒着动反作用力 导致动物现在拿着鸽 拿着毛来意识人类 驱赶着人类逃命 这就是意识的本意 它有一个作用力 和反作用力 人类大量的伤害动物 现在动物的灵体 拿起鸽来驱赶着人类到处逃命 这就是厉鬼 形成的瘟疫 里面有厉鬼 来勾人的性命 勾人的性命 这就是什么 瘟疫的意识的真实意思 有人说 现在知道是一种病毒 不是什么厉鬼 以前老师给你们讲到 今天科学已经到了量子科学了 量子有三种特性 一个是物质粒子特性 一个是场的特性 就是波动 波粒二相性 它有波动 第三个是它会思考 病毒虽然小 但是它是不是粒子 是不是物质 是不是物质组合体 只不过是 今天用显微镜能看到它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物质组合体 它还不是暗物质组合体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 看到它怎么在伤害人 伤害人的细胞 吃人的细胞里的光 怎么破坏你的基因 破坏你的DNA 使你的细胞被破坏 所以现在仪器是可以测 那就是物质构成体 那它就有物质体 它就有物质 它有物质就有波动 它就有波动 所以它就有一个场 它这个波动 它就不仅仅限于物质 那么一个小点 而是形成了一个毒性场 毒性场 那么今天我们的瘟疫 大概你要离它患病的人 大概要两米以外 它就不能影响你了 那就告诉你 它的场的场力作用是什么 两米的距离 这是场 那这个场是什么呢 这个场就是今天大家知道的磁场 磁场是一个磁铁 小磁铁块 一个方块形的小磁铁 磁铁外面形成了一个磁场 磁场远远大过磁铁 磁铁这么小 磁场可以这么大 对不对 所以你病毒的体 物质体是那么小 它的场是两米大 方圆两米上下前后左右 都会影响到你 这个是什么 这是它的波动 那么它会思考 它会思考是什么意思 它要去找谁 谁是它的冤家 这就是它的思考力 那它会思考 就是什么 我们叫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形体叫神 叫瘟神 神就是神体 它有一个可以独立于它的肉体 到外面去的一个身外身 身外身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要重视 不要轻易地和得瘟病的人 得疫病的人通电话 传简讯 通过这个电波的传播 可以传给你的 这是今天还没有被重视的部分 待会我们会讲 所以它因为它有一个神路 有个神路 它通过这个 那个叫时空量子的纠缠 你跟一个患者通电话 往往是那个病毒就找到你了 通过这个线的 你们知道光览 它就可以找到你 可以传递给你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不要轻易地 我关心关心它,我怎么样 为什么 最好我们是给现在的防疫部门提醒 连手机都要给它收掉 连手机都要收掉 不要跟家人通电话 连电话也不要打 直到它完全康复 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叫非精复然 它会飞的 这就是我们恩师提到的直缘学说 物缘学说 体缘学说 物缘就是一个场 直缘就是物质 病毒真的有病毒颗粒子 粒子组合体 它有个场 这就是物缘 那么场之外 它有个神 人 这就是体缘 它可以非精复然 可以非精复然 它远远不是说 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才会影响人 大家知道 最近武汉建了两个医院 很有名字 叫雷神山、火神山 那么雷神山、火神山 它们有个图腾 就是它的那个符号 雷神山就用了个宝葫芦 一个十字架 火组成的 为什么用宝葫芦 这个叫道门 叫道门姐姐 就是把整个武汉疫区的场固化 不要再往外传播了 这是有一个场的 大家要重视量子场论的应用 现在科学家没有提出什么很好的应用 实际在古代 用禁法 禁止的禁 禁法 符咒 使这个符 符图 把这个咒住 把这禁住 把这个场封闭住 这在我们佛法里面 叫金刚解戒 把这个东西解戒在里面 不要让它去通过场性影响别人 武汉封城之后 使瘟疫 向其他地方散发的可能性 途径断了 使后来这两个医院快速成立以后 解了戒以后 现在基本上大量的病例都在湖北 特别是在武汉 没有出去到全世界来 全世界只是在这之前 已经被传播出来的 位数极少的一些病例 在人传人 所以大家要重视 在危难时期 道家人物从来不会缺席 他们本着一个太以救苦天尊 救苦救难的心态 为众生不留名 谁也不知道那是谁设计的 不留名只是为救众生 不需要说观明 谁谁谁设计的 去吹嘘自己的能耐 这就是道家师父的可爱性 他们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 前面的设计人员和工作人员 这是了不起的 给他们一个掌声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瘟疫的瘟 这个疫 不是你们想象的只是一种病毒 只是一种细菌 它这里面有它的职源 物源 体源 这是要引起你们的重视的 那瘟疫有多少种 实际在古代的 《皇帝内经》里面 已经指示五亿 就是有五种瘟疫 五种瘟疫就是老师刚才讲的 是五行金木水火土 那么这次的瘟疫是 大家知道呼吸道疾病比较严重 那它属筋属肺 在肺部属肩 属筋 属筋就是我们形成的瘟疫刀兵结 那么就是跟我们大量的盗用地球的 不该属于人类的东西 盗用动物的不该属于人类的东西 盗用了天地间不该属于人类的东西 不问而取 自意的破坏 那么这个因果是有关系的 所以最后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肺部的疾病 所以当然金木水火土 比方说上次的猪瘟 猪瘟就对应着水 对应着人的肾 那么就是我们的 形成的一种瘟疫 那么是人类的愚斥 没有智慧 导致的猪瘟的爆发 武艺之志皆相演绎 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虽然瘟疫的有五种 但是病发的时候 人的相状 病的外在的样子 都是很相近的 诸病元宏论卷史里面说 因人感乖利之气而生病 则病气转响染疫 乃至灭门 这是古代早都对瘟疫 对人类的伤害有所认识 所以按照季节爆发的叫十亿 十亿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季节突然爆发 过了一个季节 那这个就没有了 那么这种十亿分类 熊老师把它分成了几大类 一种是爆发型 一种是千言型 一种是季节型 一种是地域型 一种是高度型 一种是低度型 年龄型 特异型 这次就是地域型 那么武汉瘟疫 武汉瘟疫 所以是以武汉为中心 在全世界在传播 目前感谢中央政府 中国中央政府 他们做了一个英明的决断 那么这在全世界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 因为你们讲人权 武汉封城以后 西方民主人士还在大量的游行示威 就是抨击中国政府违反人权 但是事实证明 这个决策是对全人类最负责任的一个决策 所以我们应该给武汉政府 中国政府一个掌声 他们做对了 牺牲小我 保护大我 不是说大家都跑出去 然后反正我们要死 你们一起死 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西方就是最先进的 那么东方就是落后 不是 从对人类负责任 对众生负责任的角度 我们东方文明这次彰显了牺牲小我 保护大我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举措 而不是说放人不管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种包括我们之前的SARS 这都是属于季节性的爆发 那么道义学分析这个十亿它的生灭怎么来看呢 所以万物生化的总规律 就是道义学看十亿爆发 怎么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看待 整体的把握万物从无到有 从有直无形到有直有形 而复归有直无形的转化规律 这是道家的学说 那么按照我们佛门的学说 万法什么 因缘生还从什么 因缘灭 没有因果的缘气 没有因果的缘气 当这些因果祭灭的时候 这个结果也会寂灭的 也就是瘟疫会好的 所以是需要我们去把它的因果 大量的清理 我们在年初法会 去年年终法会 做了两场大型的法会 我们都给武汉瘟疫相关的众生立了牌位 那么这相关众生包括了 就是要报复人类的历轨 也包括在他们 包括在瘟疫中死难的人类 死难的其他的生命体 也包括在其内 那么我们应用的是 西增怀珠四大法 就是西是熄灭人类的贪嗔痴一慢五种毒 让大众不再冤恨 启用孔雀冥王经的契约力 让大家修孔雀冥王本尊法 慈念孔雀冥王走 所以我这次回到新加坡 最大的感受 第一感受 哎呀妈呀还是新加坡好 掌声一下 因为新加坡有你们 一年放很多次火 给你们一个掌声 这个护魔火供十分殊胜 维护了我们新加坡 厂性里面的 这种黑色的叶粒子 大量的释放 所以我们在跟香港的厂性比 跟台湾的厂性比 跟其他的任何的一个国家的厂性比 我们新加坡这个国家不大 但是这个厂性是number one的 这个是跟我们的政府鼓励大家 尊重自己的母族文化 华族文化 那个在祖屋楼下 设了大量的金银直筒 那么让华族 那么很方便的去用 番祭法 用火供法 护魔法 来行喜增怀珠 所以是使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 山清水秀 给我们的政府一个掌声 他们做的是对的 甚至道学从会观发现 万物的生命都具备着一个共性的规律 那就是源于道生之而得序之 那么它的规律是虚化神 神化气 气化形 在气化形而成为物 具备有质有形之生的初始中 还内含着一个气化精 而精生成形的内在行之变化过程 有质有形诞生后 有质无形的气 在形体内就构成了闭合形的循环 名为形成气塞 当有质有形的物体 形怀崩解以后 形散而复归于有质无形的气 气再转化为神 神复归于虚无 融化成为道的一个分子 这就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无里面的虚里面 太虚空中法界中生出神来 神又运转着 有了神他就把气能够聚过来 然后有了神有了气 这个时候就成形了 形体就诞生了 然后在气化成形 这个时候物体就诞生了 有形有质有形 就具备了有质有形的生命的开始 那么这中间 那么他还允化了一个气化精 和精生成形的内在的行之变化 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个形里面它有精 比方我们人体成形以后 它有五脏 有五脏有五脏精 有五脏精 这个精养形 使这个形不坏 精又生形形不坏 有知有形诞生后 有知无形的气 在形体内 它形成了一个闭合形的循环 名为形成气塞 这就是我们的对外 你不破 比方说你的经络系统 十二经络 七星八脉 单道脉 它是一个有闭合的 不是破的 如果破了就漏了 这样就使有知有形的物体 就能够生 有气生 万气本根 生命的根在于有气 如果气没了 生命就没有了 有知有形的形体 它就开始崩坏了 人死 没有气了 经络破裂以后 气从体内泄出去了 气不见了 所以行就坏了 行坏了以后 这个时候 又形成了有知无形的气 气散出去了 气又化成了一种光 光又复归于虚物 融化成了虚空 融成了法界中的一个分子 这就是一个循环 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 这是所有的物的生成 成柱坏空的一个规律 那么十一的生灭规律 同样未能脱离这种万物生化的普遍规律性 而且比较典型 道医学在会观中发现 十一恶病毒形成的机制 在虚化神的第一个阶段 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力道使得 被善为恶 杀 盗 淫 亡 整个的群体和社会的恶行 基于形成了邪恶能量气场 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违背道德法则的道心离世 恶行无治 则必然上肝和气 毅力为灾 所有的瘟疫 所有的大规模的流感病毒 各种灾难的诞生 实际上就是前面 我给大家讲的贡业 杀到银王酒 形成的贡业 这个贡业 使你人类失去了 仁义理智性五种德行 这种德行 里面有物质的 有金木水火土的 金木水火土的 这种能量的缺失 是导致阳转阴 使阴的物质产生了 就形成了上肝和气 极力为灾 它形成一种气 形成一种无形的气 来冲动了正气场 人类在无病无灾的时候 是被一个透明的气场 就像一个玻璃罩给你保护着 这是一种静明的气场 当邪气力量大的时候 它把那个玻璃罩给你破了 把这个给你弄碎了 它就侵犯了你的身体了 一个人的力量 形成的杀盗银王 就坑蒙拐骗 偷 这种恶业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一千个人 一万个人 十万个人 百万个人 一万个人 共同都在做这种恶 这个力量就相当的大 你小小的一个人的玻璃罩 一个正气场 是很容易被侵犯的 但是这里面后期 大家往后面学 还会看到如果没有内贼 外魔 它是不能够打开你的生命场的 什么叫内贼? 大家知道古代我们睡觉的时候 关门 有个门穿 门穿的话 穿门的时候 你是在里面穿还是在外面穿? 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里面没有自己的因的东西 没有阴鬼 没有邪恶的东西 去帮外邪 外面的强盗要进来抢你 如果里面没有内道 它不去打开这个门 你这个城墙是金刚不坏的 它是打不开外面再怎么攻你 是攻不破的 为什么要大家修 仁义理智信五种德行 持正而修 同凭共证感应来的 就是道德的能量 就是阳性的能量 就是给自己体力的众神 众军队 装备善政的武器弹药 那么他们就有足够的力量 防护你所有的通道 这个叫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是外邪 它不能够打进来 你就不会生病 如果你内在还是贪嗔痴义慢 这种恶习不改 招致来的都是邪恶的 杀到银王酒 贪嗔痴义慢的武毒 使自己内在的神明 被你用毒气 恶能养起来的是邪恶的军队 这邪恶的军队 它巴不得使你倒霉 巴不得使你的城池被敌人攻破 所以当外邪来攻打的时候 他们做内应 纷纷的把你自己的所有的 36个大关窍 360个小关窍都打开 来迎解邪灵 迎解外邪 迎解病毒 列队欢迎他们进入体内 是不是 刚才前面讲的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 只有你自己救自己 谁肯修道德 修武德 兼顾自己的正气 使自己的正气存内 邪气不可能打进你的体内 在什么样的天灾 什么样的人祸 如果到你这都会被你的正军队 正气军队干掉 保护你自己的形体 形神 心灵 灵魂 魂魄神 都会被伤害和侵犯 所以这个呢 是在这一段讲的时候 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 你如果力道十德 失去了武德 失去了天地人三才之德 失去了这八德 那么你所做的都是 就是杀到银王九 坑蒙拐骗偷的十恶 那你招来的这些邪灵 你是没有办法抵御的 你的城池 你的身体是 分分秒秒会被行坏的 那你就会死亡 所以人体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 是一体的存在 人体是宇宙全息的缩影 在频率上和场性上 都有可能与大宇宙直接相通 人类的社会集体活动 和群体行为所产生的能量场 远比某一个人的能量场强大得多 因此人类中的社会活动和群体行为 所构成的善与恶 重与邪的能量场 全都可以与多重宇宙的不同层机相通相连接 善性能量场则获得良性能量场的对应反馈 恶性能量场则获得 一级与灾害一类的负反馈 这是一个宇宙能量循环的自然基本法则 也是一种动态平衡的自然调试 所以正如老子所说 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 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也 天之所物熟知其故 天网恢恢说而不失 社会和群体广泛而大面积的恶行 能够在人类地球对应区域的上空 生成巨大的有值无形的邪恶能量气场 当这种邪恶能量气场越积越多 越来越大时 在达到一定预值上限时 邪恶场的震荡频率 恰好于有值无形的高微异度空间的频率相同 就能产生一种有值无形的连接沟通 在史记中记载 抵东方之俗 抵者眼万物皆知也 史记天官书 抵为天根生意 抵星是个星明 我们天上有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中央 这个叫二十八星耀 对应着我们天上的星宿对着我们地球 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中央紫微星环 其中在东方星宿里面 有一个星许的名字叫底 这是所有人类疑病瘟疫 从那个地方诞生的时空场 不是说那个星会产生恶 是那里有一个相应的时空场 当人类的一些行为 如果和这个场同频共振的时候 就会招感瘟疫 所以是根在那个地方 这是古代我们的圣贤通过修炼 早都通过智慧的观察 会观观出来的 地球上的人 地球上因人而产生的邪恶气场 通过这种连接的生成 高位异度空间中 有之无形的物源和职源 就会因为神化气而启动 气化型而通过连接通道 迅速传输到地球上人类的气场中 故人类始终存在着一种现象 人类群体性的杀盗淫王不灭 则人类的异病爆发流行不止 正如太上感应篇所说 霍府无门为人辞兆 这也就是大道以德调控万物生灭 机制中的铁定规律 气化型在这里则是指 有之无形的一切 以能量的方式 在地球上直接促生完全新型的恶病毒生成 特别是主导着某些原本存在的恶病毒 重新进行组合以及变异 这就是一种恶气化型的过程 人类所发现的恶病毒 是迄今为止 有形生命中提起最小的生命体 恶病毒生命体极其精细 既具备着有之无形之精的重要特性 同时也具备着有之有形生命体 最精细单位体的特征 就是很细小的鬼 所以一切恶病毒全部都具有良好的 接受异度空间 异气能量 从而迅速改变自己的本能 十一恶病毒生成以后 就是一种有之有形的生命体 而形成独背 具备极强的异度性 也就是一种形成气塞 这种病气充满你的全身 十一性的流感恶病毒类 以形为体 以毒为意 意就是翅膀 以意为食 意是瘟疫的意 以恶为寻的 全面在人类中传播开来 形化器 而以毒气破坏人体的胃气防护 通过上呼吸道 口腔 眼球 皮肤 直接或间接的进入人体内 形成瘟疫病性的生理反应 和瘟疫性的功能与气质破坏 激化神瘟疫有形五指的毒气 直接破败耗散人体内的精气 并且于内五因情治活动生成的 内毒呼向勾结 直攻人体的脏腑三交 导致有形有直的脏气的破坏 并使其中的神运受损 不能工作 或者被吞没或者拥解 神化虚 人体的脏气实至被摧毁 而形拜气散 其中的神离开性的消失 转化性的消失 被吞没性的消失 最终导致感染者命提云亡 就是死亡 爆发型十一 己性流性性传染性疾病 在《皇帝四经》 《称》这个篇中都有记载 公时过渡 上帝所亚 为者伏居 为居毕露 简一秦 破关主 禁也 吉亿可 这里的记录已经解释出 人类贪淫 摄氏过渡 所产生的邪恶能量聚集过剩 就会与高位度空间的天体异度长性相连接 而会被自然界的亚能量所惩罚 今天称为亚健康 若想健康的生存 就必须自觉的尊道贵德 制约自私贪婪引烂 以及涉事浪费 避免恶气冲天 而招致上帝所亚 亚法育人 要想正常生存 就得贵德守善 而不可贪婪引烂 奢侈无度 失去解释 身陷其中 这段记载无疑是祖先会观本因的结果 这个亚是一种有形象的东西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展开 将来在道义学中再给大家分析 这个因子的是怎么一个机制 防治疾异的发生 除了在精神系统中建立正觉自律心智 何德守善以外 对保暖用品衣服被褥的运用 要注意及时的减和天 主动保护身体的胃气能量场 不发生明显的波动 而对于眼上极异而死亡的尸体 则要及时的装观深埋 这个现在基本上是用烧化法 把它烧掉 道学中进的技术方法 有精进气进神进 可以一时控制极异恶病毒本身的精气神 而用于防止流行极异的继续传播 皇帝所言之间 十位三种进法 其中的精进在历史上传入忠于学界 利用刺学 针灸 哀熏等方法 这类精进之法 亦于掌握和操作 但是气井之术和神井之术 由于需要较高的修身内在的能量基础 则只能是在道医学系统中内部传承 而秉为见充实于传统中医之内 《皇帝四经》中的这段话 属于道医学中最早的关于极异成烟 预防治疗的论述 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所以我们在年初 为了帮助我们这些修身修德的人 避过这次的灾难 我们公开传播了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刚斗七星互神法 这是神进之法 刚才讲的 只在我们的师徒传承中有这样的传承 包括四灵互体法 它里面贯穿了气进法和神进法 和天上的二十八星药相对应 我们的二十八星药是东方七宿 西方七宿 南方七组星宿 北方七组星宿 对应着我们人体的肝脏是东方星宿 肺脏是西方星宿 心脏是南方星宿 肾脏是北方星宿 我们中央体位 是对应着紫围心环 黄龙 古代称为黄龙 这是什么 这个要从五脏生成气化成物 比方说待会儿要你们从肝脏化成树林 这就是气化物 物化神 树林里面又化出神龙、青龙来 肺脏里面化出白气 最后化出刀兵、甲兵 最后从甲兵中再生出白虎来 这就是化神 这就是属于气境和神境使用的方法 当然我们目前 虽然我们公开讲座会在网上公开传播 这个方法还需要那些有德者来求 我们才给 任何人不得未经许可、山字、外传 我之前传这个方法的时候 要求你们自修七天 七天后你可以用来护自己的家人 护自己的儿女、父母、兄弟姐妹 你觉得他心善需要护的人 那么 不得外传 可以传给自己的亲人不得外传 尤其你们要自修 实证七天以后才可以外传 今天也会 因为本来这次讲座是在台湾 也会传给台湾的圣众 那我看了一下新加坡 相信吉隆坡也都有一些新来的圣众 修者 所以今天也会 待会传给你们这个方法 掌声一下 感恩祖师大德 护佑我们这些修道的道子 不被因果所制约 然后早些成道 真的要感恩祖师 病毒是一个个体最小 解构最精细的微生物 其实是宇宙中最典型的 既具有有知有形的物理科学的特征 同时具有有知无形能量科学的特点 这就是它的场性 刚才讲了 形是小的 直是大的 它的波动场是大的 那么在性慧理气科学的会观中 人们发现物质全都具有能量转换性 而病毒由于命体结构最简单 从而在形与直 能量与物性的转换中 成为生物中的佼佼者 它可以转成有形有相的 它也可以转成无形无相的 只是一种毒气 能量 毒性能量 它在能量中瞬间又可以转成物体 叫直能互换 所以我们其他的转换都很难 但是因为病毒 它是一个很小的生命体 它有这个特性 它有瞬间转换的本领 比方说我们人要从一个肉身转成能量体 你要练成红光身才可以 否则你不能够任意的说 我这个肉身 我就转成光 转成气 转成无形 那你做不到 你可以把火把自己烧了 但是你再转回来 变成个活生生的人 你转不回来了 细菌它不一样 病毒它不一样 它是一股能量 它瞬间可以化成一个体 它是个体 瞬间 它又化成能量 它可以自由转换 是这个意思 任何物质在气化型的变化中 都存在着一些共性 这种情况的顺逆转化 可以归纳成八类变化机制 正气化元经 元经生正气 元经生善行 善行化元经 恶气化阴经 阴经生恶气 阴经生恶行 恶行化阴经 在这八种变化机制中 病毒既具有人类的恶气能量场 和天降的一种亚气能量 这两种天与地的恶气能量 可以促成病毒中精细 而简单的命体结构 发生迅速的改变 病毒在两种恶气能量的促成下 能生成阴经 阴性精微能量 也是一种恶经能量 恶经能量能够促成 病毒基因的重组或者变异 而出现恶经生恶行 病毒恶行又在释放出恶经 而转化成义气 病毒的恶行 所释放的恶经 最容易被人体内的恶经所接受 使人体内的经也发生相似改变 而同化其至乃至其形 在传染病变过程中 是一种精于气同步作用的结果 这些特点在智能微观科学中 已经大量发现其中的 隐显共性特征 只是由于智能科学 在观念上和理性上 还未能跨出极其重要的一步 未能找到这个结合点和共享区而已 恶气化恶经 恶气恶经共同生成病毒的恶行 这也就是各种病毒产生 能够生成产生的根本原因 病毒它的体内和身外 在有恶性能量的识别机制 能自动寻找恶的亚气能量源 进行接收营养 并且识别具有恶气场的对应者 而释放义气产生生物作用 既破坏人体有形无知的气和精 同时也损坏人体有形有直生理组织器官 智能科学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生物 有直有形的这个侧面 而不是清除病毒本身 还同时存在着的恶性精气能量 只治其白而不治其黑 只是把握了太极模式的一半 也就是现在西医只能治4%的病 科学能够显现出来的治疗方案 比方说最近说一种治疗艾滋病的药 对这个病毒有抑制和杀死的作用 这只是4%的部分 但是最近中国公布了大量的治愈病例 实际上都是中医治完的 它就用一个方法 就是扶生你的正气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所有的邪从体内退出去 那么它是采用96%的治疗方案 治疗你体内96%的系统 就是精气神系统 使你的精变成元精 气变成元气 神变成元神 使邪精、邪气、邪神从体内清除 不属于国家的out出去 给你驱逐出境 所以这个反倒是用了 我们现在叫朦胧科学 这个不是精细科学 混沌科学这个领域 反倒治愈率特别高 庄子养生主中也同样指出 为善无尽名、为恶无尽行 冤毒以为精 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眠 这是什么? 这就是今天的主题修炼 修炼 我们体内有认渡二脉 认渡二脉是我们生命的决定性的两条脉 如果这两条脉中运行的都是疑毒、厉鬼之气 你的命就不长了 所以我们只有好好修炼 使自己的炉中不淡千天火 心中常燃万年灯 心境长玄西天月 用自己的生命光 护入自己的颅脑腔、胸腔、下腹腔 这样使自己的任督 原督以为精 在督脉中和润脉中运行的气血 运行的气都是天地正气 使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求偿 这就叫护命保身法 所以我们的钢斗七星分别在淡中、天幕、霓丸弓、甲脊、命门、肚子的下丹田 还有男的前列腺女的子宫口的阴桥区 和天上的钢斗七星相应 这就护住了你的任督二脉 因为北斗主死 它是一个刚正之星 所以它可以护身保命 这七个星和你体内的七效相应之后 你就可以护住你的任督之中 不被邪气所干 所以就可以保命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步法的修炼 即便是这场瘟疫过去了 为了你自己能够注视常修 使自己的行能够延年益寿 都要使用这个方法 你们中间有修炼了聚灵法 七星灯法的可以配合着修炼 这是修炼的在命功 使自己的肉身变成金刚身的核心功法 核心功夫 这是我们道门中不传之密 但是我们就这么轻易的给了你们 所以有这个福报 获得了这个法 又不去修成这个法 又不去用这个法 就是愚痴 所以我希望我们修真者 修炼者 借着这次瘟疫 借着我这次讲座 做深度反思 不要再贪嗔痴一慢 为自己的地狱五条根去扎根 要转成人毅力之线 五种德行为天下为普洛大众 为众生去活着 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极具意义 为自己的贪嗔痴一慢 为自己的财色明识睡去活着 那你跟动物没什么两样 就白为人了 我是希望借着这次讲座 能够惊醒一大群人 你们将来可以把这个讲座的视频 广泛的传播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管他看不看 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有这样的人在讲这样的事 和他们的认知只是一个病毒 只是一个瘟疫是不同的 不是吃什么感妙药 吃什么防护药 最好的防护就是德行 你的德行好了 天地正神 都随你的行 做你的大护法 邪不可干 内神也正 外神也正 你就不可能得这些怪病 并且你可以流行常住 想活多少岁就活多少岁 直到自己这一生成道 这一生成佛 才捨去这个行身 不要了 用完了 这个工具用完了 我可以不要了 否则没有用完之前 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个行身 保护这条命 护住这条命 所以这是什么 要修炼给自己的健康上保险 给自己的健康从内上把锁 给它锁起来 是外面的邪魔 它不可能侵害你 你的身心灵 不可能盗走你的精气神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次讲座 什么人比较容易掩上这种温毒 或者易毒呢 说是 畏气薄弱 局部塌陷 局部破损等等职源和物源上存在着不足 而且神的不足是其中极其关键的原因 神不足在心理上表现的是品格和素质差 焦虑恐惧不安 内部的五种情志活动容易产生而自损内气 这个情志活动就是喜怒哀乐悲恐惊 超过余值的经常性的产生容易产生 那么也会损伤自己的内气外耗胃气 或者急剧的起伏动荡 然而造成无形的偶然性的捕活性的传染 因为神不足而内音活动明显 那么造成心理素质差的人 即使只是病人从他身边走过 或者只是双眼对视一下 通过身体能量场的交错沟通 眼中契机的传递都可能造成被传染 少数人还可能仅仅是一通电话 也能同频共振 极垮其内气的稳定和畏气的防护 使其被感染的可能性升高 人类社会民族群体的精神 需要用德与善的品格和能量进行充实 善可滋养后天的心智 德能够营养先天的心神 如果不重视精神品格 以德善进行培养 不加强德善能量的主动摄入 人们的精神空虚则必定生恶 而恶行累累 这种恶的能量级超过了地球德能调节的许可浓度时 必然会冲破天之场 而触发亚的下降 形成十亿的爆发 在会观下 地上人类各种不同性质行恶作恶的能量场 在聚集到一定量级时 全都可以触发中央的有形有直的传播器 传感器的启动 也就是地球能量场 与高微或者中微度空间 天的连接建立和打开 从而产生各种不同亚的结果 这些结果基本上分为五大类 成为人类智能社会不可抗拒 而且疲于应付的局面 你看这个局面 现在人用这么高科技用什么 我们都是没办法去应付它的 造成极度的混乱 因此人类的智能文明 必须尽早尽快地摆脱智能文明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全面建立于会性文明的重构 才能使人类科学文明 真正走上健康而正确的发展之路 我们的智能文明使用的是实神 这个会性文明使用的是原神 这是两种思维方法 这个原神是我们传统道文化中的一个特定名词 不是陪练原神 身外有身的那个原神 它是指的我们那个先天一点灵光 被自己的父母的DNA纠缠 包裹在其中的那种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那一个先天一点灵光的思维性 叫原神思维 又叫本觉思维 也就是它是无尘 它是无染 它是近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的 这就是我们的原神思维 那么今天我们经过了几百年教育的误导 我们今天人类的思维模式 变成了实神思维模式 实神是什么 就是你出生之后到现在 你的知识你的经验的积累 那么这些也有来自你父母的教育 学校的教育 社会走上社会的教育 那这个实神的教育 它是你这一生所有的知识经验 人类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那么我们在佛门中称为八十思维 它包括了眼耳鼻舌身的前五十的思维 识别能力 它没有思维力 第六意识 叫意识 有思维能力 但是思维的力量不够强 经常形成惯性力 我们称之为第六意识为惯性思维 第七思维 思维力量特别强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 它执着 顽固的执着有一个我 我一切的一切都为了这个我 所以它自私自利 没有平等性质 不是把自己融在法界中 融在众生中的一个思维体 所以它策划 左思右想前思后想事情的时候 都是为自己在着想的 没有考虑到他人的利益 没有考虑到天下围攻 没有考虑到我为众生 这样的一个奉献精神 所以这是第七思维的人类的 十神中的 比较高级的 第七思维的一个弱点 那么第八意识体 第八意识体是我们父母通过DNA 或者过去七世父母通过DNA 这个知识的总会 会在我们的记忆库中 今天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个记忆库就是你的DNA 我们的DNA是一个叫无限量的储存器 所以把你人类有史以来的 通过DNA传送到你这里的 所有的知识总量 就像国家图书馆 这样的一个海量知识库 储存在你的记忆体中 储存在你的细胞中 通过第一个母亲怀你的卵细胞 传递给你的 然后在你的接下来的人生中 不停地影响着你的 这就是有人类史以来的 人类整体的记忆库 是一个海量的图书馆 信息量极其的巨大 比云丹大多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第八意识库 虽然有这么多的知识 但是它都不是本觉原神的思维体 它不是那一点灵光的思维体 它是DNA中携带来的思维体 思维功能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社会教育 国家教育 时速教育 包括今天的宗教教育 都堕落到八师思维体 就是实神思维为主体的思维方式中了 这样就失去了我们的本觉原灵的本觉功能 这个本觉功能在佛法中叫无为法 八师思维都叫有为法 三世诸佛都以无为法而有差异 说我们人类今天堕落 在智能文明都是八师思维 慧性文明是古圣先贤的教育 所有的圣贤的教育 都是让人拥有本觉原灵的教育 那么在这个教育里面训练你 掌握本觉会灵的使用技巧 一个是打开它的技巧 第二是使用它的技巧 这叫慧性文明 智能文明是人类的知识的总会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进入慧性文明 你看不到28重天的结构 你看不到六道的结构 你看不到隐态世界96%的对人类的仪器 对人类的眼睛是隐藏着的世界的结构 而大智慧者通过使用慧性思维 通过使用原神思维模式 本觉思维模式它见到的是整个宇宙的大圆满的思维 百分之百的思维 百分之百的智慧 所以是慧性文明和智能文明的差别在于 一个是96%加4%的大圆满 一个是仅仅只有4% 所以我们今天圣贤教育没有得到全面的恢复 使我们具现在4%的文明教育里面 这是人类的智能的总和 只占4% 因为我们今天只能对4%的使用科学 知道96%的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 知识存在 但是不能够去开发里面的宝藏 所以是慧性文明的教育 期待于完整的恢复 我们OSS和我的几位师傅 致力也对这个文明教育的权力的恢复 传给大家大量的技术方法 去打开这个慧性文明的原神思维模式 去使用原神思维模式 去96%的暗能量、暗物质、暗空间和暗神明打交道 引太神明、引太世界打交道 然后从中获得启示 然后完善我们人类社会的新文明 开启一个全新的物质和暗物质共融的文明时代 所以大家要重视对两个文明的认知 这个恶病毒的感染 主要是一种主动击破患者的胃气保护层的入侵方式 或者当被感染者的胃气保护层起伏波动脚大时 通过呼吸、口腔、眼睛和皮肤等途径入侵 侵入以后则是一种双轨并行制的展开 有形无植的恶移毒 专制于毒化浑水人的精气神系统 并且是以此为仙道而展开 紧随其后的则是恶病毒中有植有形的生物性的活动 专制破坏人体的组织器官和体液循环系统 感染以后早期的症状为温病表现 如同流感、发热、咳嗽、肌肉疼、疲倦、眼睛发红、头疼、流鼻涕、悬晕 还有腹泻和呕吐 主要意义被恶病毒摧毁的破是三个 一般情况下 这就是提到了我们体内有一个灵魂系统 有一个魂魄神系统 灵的系统刚才老师讲了 就是那一点先天元灵 没有被父母的DNA纠缠的时候的 虚空中的一点光亮子 那就是你的本觉元灵 那么被父母的DNA染了以后 你就会有一个天魂、地魂、人魂 在自己的生命体中诞生 这是第一个父母燃你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产生了三魂 那么你有了形体以后 又产生了气魄 所以这个三魂主你的精神系统 气魄主持你的肉体系统工作 我们的瘫痪病人在床上瘫着 手脚不能动 这都是七魄的问题 魄力不够、体魄不够 所以需要治魂炼魄 那么他才有机会修复偏摊 修复肢体动作、修复脏腹功能 所以这个有七个魄 七个魄,一个叫施狗、浮食、雀淹、戎、飞毒、除惠、秀肺 这七个魄 那么具体的我们不再讲 大家可以看《道义学》这本著作 在中国大陆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道义学》熊春景教授编写的这本书 你可以买来细细的看 那么这三个魄里面 在这种瘟疫病中最容易被攻击的是 其中的秀肺、浮食、雀淹 《道义学》在生命体源系统中讲到 浮食对应和影响肺和大肠的机能 雀阴则对应与影响着双肾与彷徨的机能 秀肺则主要是对应着 以及影响着肺脏和大肠的功能 恶病毒累积着三破之后 必定会影响着其相对应的脏器的功能 引起相关的症状 这次对于我们的非毒 非毒这个破还有影响 非毒本来是可以把毒从体内排出 保护自己的 这次的瘟疫对非毒这一破还有影响 这个破在受毒以后表现出活力衰弱 有质无形的机体溶解化液 不能正常私立其职责 使机体有质有形的组织器官 也出现气质性病变 甚至完全损坏 这三种破所化成的物源状和直源状的毒气和物源状的碎片 可以进入韧脉中流动 然后传输到兜脉之内 使人体的这两大重要经脉发生阻碍和毒气损害 并产生全身气血运行受阻 从而出现不良的愈后结果 恶意毒浊液病气可以同时寻经脉而上扰于颅脑引起悬晕 头疼等典型的临床症状 道医学分析病因的基礼不离本因内因外因 万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依据 本因是变化的根源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这是内因最中肯的评价 人体内的正气 由肾中的元气 肺中的中气 脾胃的盈气 体表的胃气 共同组成 正气本质上是一种得善的能量 肾气的质得能量充沛时 则不会隐邪 惊恐不生 酌惊不好 同时可以全面支持全身其他各种内气的生成 甚是人体内最大的水力发电厂 负责向全身提供能量支撑 肝中的人的能量充沛时 则不会自傲 骄狂怒气不生 慈爱友善 杀行不生 则甘气柔和畅达 心中的理德能量充沛时 则不会怨恨匪人 喜乐极致 平和通达 不亦妄想执着 而错言妄行 脾中的心的能量充沛时 则不会满横欺骗 妄思不生 忠信不惑 诚信道德 以德为寻 肺中的意的能量充沛时 则不会虚伪自大 悲伤不生 破为坚固 忠义刚见 则邪不可犯 武德的修持 全在于平时 长期坚持不懈地 以修身为帅 修养我心单元之德 而修改因我心识神志 改恶从善 培养坚实的道德信念 以承载人意理智信的整体提升 以尊道贵德 而修武德的品格 改秉性 清洗气 主动获得武德的能量 在实意流行传染的环境中 是对每个人正气内存质量的考验与检验 特别是对肺中义德的品格和能量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因为肺者气之本 破之处也 起花在毛 起虫在皮 为阳中之探阴 肺主皮毛 是胃气之气 鼻之呼吸 是实意入寝内井之门户 而且意气首当其冲的伤损肺破 由此夺人至精气神 肺气不充实者 实意之气和恶病毒 会直接破胃气 并且经呼吸道 长驱之入三胶肺腑之中 脏腑之中而肺气的虚实 对于贪嗣隐邪者而言 不仅肾内气窥 火灶水窟 而且肺气必须 因为肾为废子 子窥自母虚 肾中的元气 是生命的先天之本 因此人类众多的实意发生 都常常直接与人类 阴晦和杀戮直接相关 群体性社会性的淫晦和残杀 是实意产生最直接的原因 人体内在气场的心系频谱 与实意毒气的频率 非常的接近于相似 能够产生一种同气相求 同贫邪症的作用 从而成为一感一染者 而心善言善行善的人 则不具备这种气场的特征 相对而言 属于低感染类 或者感染后亦恢复一类 而这个呢 我们通过恩师熊春景教授的 道义关于实意的理论 我们基本上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那么总结起来 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疾变 重新认识我们人生的目标和目的地 我们人类的追求将何去何从 人类在这次的全世界各种灾难爆发的时空点 应不应该进行一次闭门自私 所以这次宅在家里 大家没有只是闭门了 没有三思 没有反思 没有自私 自我思考 自我反省 闭门自省 行己 谦善 行忏悔业障 然后不单替自己 替祖宗 列祖列宗 替父母 替兄弟姐妹 替人类 来反思 来忏悔 那么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次病疫 一鬼饶过了人类 人类也要放众生一马 不再伤害众生 和众生和谐共处 一体归道 那么开启一个全新的六十年的一个新家子 那么这个是我们修道者要传播的 你们要传播这样的善政的信息给人类 给我们这个族权 不要再让他们去 不知道路向何方 不知道此生为何 所以是应该好好地借此次的全世界的灾难 贫乏之机这样的一个时空 对天地人三彩 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宇宙 对于这个宇宙中的共生 所有生命体的共生 有一个更深入的认知 同时又能够去体道于身 体道于心的 去实证一系列的技术方法 然后使自己真正的能够归道 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圣者 那么去度如母众生 度有缘众生 所以这个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 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 这次的瘟疫要怎么防范 那么大家也要重视一下 第一呢 要做好自我的保护 我们虽然是很多地方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但是你如果去电影院 超市地铁站巴士站 这种人多的地方 还是要学会自我保护 一定要戴一个口罩防备 身边有这种人 有咳嗽 哪怕他是流感 你都也不要被流感病毒传染 对不对 不是武汉瘟疫 流感病毒 刚才说美国也死了很多人 也是不要被感染 所以是这个口罩放在这个包里面 放在口袋里 需要的时候掏出来用 不需要也可以不用那么惊慌 做好自我的保护 那么有一些疫区就不要去了 湖北是绝对他也不给你借 你不应该去 因为他那个时空场 目前虽然是结界了 但是里面的病毒和这些疫鬼 还没有完全的消停 那么跟里面的人也尽量少通电话 少做视频 不要没事找事 刚才说 这个也是可以传染的一个通道 只是目前人类还没有重视这个 那么这是要学会一个自我保护 同时要修炼 一定要修炼 是自己体内的炉中不断千天火 心中常燃万年灯 心境常弦西天月 这个系统 这三个系统一定要把它 大家要重视起来 这个在止观法 我已经把它公开了 点击率已经上到快十亿万了 所以你们要广泛传播 我是允许大众修学 你们要广泛传播 那么这个只要内火升起 心中的光明升起 颅脑腔的光升起来 这个自然的你的 盈位中骨四种气就忘了 那么自然它就没有办法有机会 我们说正气存内 邪不可看 自然它就来不了了 这是最我最好的保护 所以说广泛的传播至观法 给普洛大众 不要自私 整天就是自己会 不去传播给人家 人家学不学是他的事 不传播是你的事 使大家能够掌握这样的技巧 最基本的一个修炼技巧 转实神思维到原神思维 这样的一个转变 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因应接下来的这个 时空场的转变 我准备提前公开 五轮塔升官 这是我们唐秘的一部绝世秘籍 就是把你的身体变成五轮塔 然后在体内安一个正妖宝塔 不坏的金刚塔 我会尽快做出安排 加拿大回来之后 尽快把唐秘这部大法给你们公开 希望你们都有一个金刚塔护身 那么至少咱们修行者 不被这些灾害所脑害 使我们的行能够长久住世 然后去利益仁天 利乐友情 度如母众生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 这两天思考了以后 决定提前公布 本来这个法还要在几年后给你们 所以提前公布给你们 公开给你们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用中医药的防护 药方已经给大家了 但是我听说新加坡几种药已经是卖光了 这不是恐慌 就是胃与稠苗 防患与未染 那么这个药方是熊老师公布出来的 它不单可以防武汉瘟疫 它对普通的感冒 包括美国的这种流感病毒 都是可以驱住出体的 它主要是驱住病毒出体的 一个壮内的一个房子 壮内的房子 所以是那么有条件的 就把它买来全家服用一下 不要听一些西医的 这个也是毒什么的不要去吃 那么他们是站在智能科学的角度去看问题的 他不懂得上医之胃病 所以这个是药方这个方面 还有针灸 针灸的状体 我们最近也推出了一个特别优惠的配套 在太和上医 希望大家去使用 大概三分之一的价钱 原来两千多优惠到六百多 那么对于体内的经络系统 血位系统 五脏系统 进行全方位的修复 使自己的免疫系统修复回来 有抗病能力 这是很主要的 所以大家不要说等着病了 才去找医生 是没病的时候 是病不来找你 等你有病的时候治病 这点钱根本就不够塞牙缝的 所以不要这么在那小散牌打来打去的 要赶紧把自己的免疫系统 抗病能力壮大起来 另外呢 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时空场的变化 我已经让太和上医特别安排 用润度胶 中脉胶 这样的一个哀胶 勋征胶法 普通的哀只是一颗小哀瓣在穴位上点 那么在新加坡已经很难做了 为什么 到处都投诉 你的哀草的味道一出来 到处都投诉 那么你们是有福之人 我们这有一个密室 这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跟太和上医预约 因为一天做不了几个人 他要把你的多脉和韧脉中脉都进行疏通 使用这个特殊的器皿 那做起来满屋的都是烟 那么我们有个密室还可以使用 所以大家要使用一下 这个都为你们好 记住 真的都为你们好 不是看着你们口袋里的钱 有的人把钱捂得紧紧命不要没智慧 还有就是道一防治 道一防治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要持咒 攻全冥王咒 那么还要修止观 每天必须修到出汗 就是热的出汗 出汗不要再被凉伤到 只要你出汗就证明你什么 内气旺正气旺 所以你才会通过汗表自己的毒出体 不要怕出汗 咱们新加坡人很讨厌出汗 但是很难得就是出汗 它是一种排泄方法 所以一定要加强止观法的修炼 你们练过灵热灼火法的一定要加强 再呢就是拜托你们 算我求你们 好好修孔雀明王本尊法 求你们了 OK 掌声一下 这是老师求你们 因为这个本尊孔雀明王 你真修成了 派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有一尊孔雀明王的化身 你就可以替一方众生护肠解鉴 你修不成 你去了也被感染 也不敢让你去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诸佛菩萨慈悲 所以说这年前年后不停的安排一些方法 包括忍去吞声法 实际上这都莫名其妙的 突然接的令要传给你们的 那才知道是应应现在这个时空 接下来是时空的变化 师父们有先机高瞻远瞩 所以大家要珍惜忍去吞声法的修炼 止观法的修炼 灵热灼火法的修炼 聚灵法 七星灯法的修炼 接下来的刚斗七星护身法 还有四神护体法 这都是一定要加强 把它练成自己的 随时一起观 一旋观 啪就有 然后身体就热起来了 天上的能量就下来了 地下的能量也升上来了 整个人的能量正气 充充满满 这种感觉 有场的那种感觉就起来了 那你这个就可以护持一方 保护一方了 不但护住了自己 家里也护了 工厂你也护了 如果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肯修 新加坡绝对不会有瘟疫的 现在都只是外来的那些东西 我们自己这它不会生成的 同时呢就是积极地参与各种的护魔火供 再为众生做一次喜增怀珠 加强版的 这个多做总是有益的 接下来的清明法会 什么法会 我们都要做 我们也计划着看如果是各方面的剧烟巧合 在九月份 我们在新马两地做孔全民谣法会 我们也去香港做一次 在香港做一次为中国大陆 为我们的祖国 对吧 你们的祖先都是从那里来的 为香港为中国大陆做一次 然后把他们这些不好的东西帮着 从场性上化解掉 光化它 送它们一程 然后其他的就是要重视什么呢 忌口 在这个特殊时期 大家尽量吃素 实在没有办法吃锅边素 或者偶尔应酬一下 但是绝对以素食为主 那么还有呢 在这个特殊时期 一定要祭五荤 什么叫五荤 蒜 大蒜不能吃 葱不能吃 姜生的不能吃 葱和姜爆锅炒菜可以吃 生的葱 生的姜不可以吃 蒜苔韭菜都不可以吃 那么这些吃的有什么坏处呢 包括洋葱 你们西洋的那种做洋菜 很喜欢用的 什么意大利面 什么加一点 炒着很香的 这都不能吃 这个只要你一吃 体内的正神 五脏神都就跑光光 那就邪神就去给你开门祭道了 你的邪灵就起来做事了 就把那些外魔都给你招来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 严格奉持 不吃五荤 这是严格的戒律 不要去动它 第二个就是什么 牛肉不能吃 还有 蛇肉 牛娃 甲鱼 乌龟 这些都不要动它们 它们很容易勾结这些东西来报复你的 还有 不是人类正常食物链中的东西 不要吃 什么东西 你们连俄语也吃 恶心不恶心 对不对 刚才说蝙蝠也吃 穿山甲也吃 蛇也吃 这些都是严重带细菌的 包括老鼠 中国人还吃苍蝇 你说恶心不恶心 现在人极毒的 为什么这个瘟疫 它也是对人类的一次作恶者的清除 就是你不配做人 把你触及去掉你的做人的资格 也是一次清理 但是我希望清理的不是你们 那你们就忌口 鼓掌就大声点 长记性 不要说很难得 这个来这儿了 专门吃俄鱼肉来的 很难得这走了就吃不了了 你命要紧还是吃一口肉要紧 大家要记住 澳洲的发家史 澳大利亚发家史 就是一个血腥的历史 是以动物的皮肉毛 这些为发家的 后来连什么 袋鼠皮都可以做皮包 我还第一次听说 袋鼠皮有什么好的 你用袋鼠皮也要做皮包 恶鱼皮 蛇皮 什么动物皮 你都拿来做皮包 你不天天身上跟着 那个阴灵讨债鬼跟着你 你拿着人家的皮 人家不找你 你不信把你的皮让别人拿 你看看你是不是天天缠着人家 做恶鬼缠着人家 你还拿着人家的皮到处逛来晃去的 所以大家要拿就拿个牛皮包算了 羊皮包也可以 这两个他们不太怎么讨债 其他的真的要注意 穿皮鞋也就个牛皮鞋 别弄个鳄鱼皮穿着 蛇皮穿着 你这个太恐怖了 不是人的食物链中的食物不能吃 这是一个基本的戒律 什么穿山甲、蝙蝠这些 果子里 这些从来没听说古人吃的 现在什么都吃 谁要敢吃那就后果自负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是一个瘟疫的防范 有关系 你延长改静 什么褟疫 ��案 你趁着给你 寝赞 让我拿过 liter 关系